各位朋友,今天的天氣非常的棒啊 我現在人在文昌宮旁邊 景溪街旁邊 才剛到 不夠兩分鐘我就接到了 大院子景溪店 所以我現在去取餐 今天不能夠太自意萬為的跑 因為我這個燙獎 差五趟我就可以拿到了 那我要是再繼續跑的話 就要想辦法再跑到二十趟 這裡 我要開得有點慢 我今天晚上是不太可能會跑到二十趟 所以那我今天就是佛系跑就好了 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建國北 然後明昇東這邊 我剛剛送一單到這個後面的巷子裡面來 現在是五點二十一分 我目前已經跑四趟了 沒有錯 再跑一趟 我今天這個燙獎最低標 就已經達成了 然後接下來我就是要佛系跑啦 有點慢齁 還差一趟齁這樣 那原則上來說,其實我就是佛系跑啦 所以今天我雖然現在人在建國北明昇東這邊 然後現在還蠻早五點半齁 因為我今天要是跑太多的話 跑不到這個第二個二十趟 其實是跑不到 那也有可能會把下個禮拜的五六日一的那個趟次又提高 我是覺得風險很大齁這樣 對我來說也是會跑得有點辛苦啦 因為我五六日一的六四 我是會休息的 所以趟次被提高對我沒好處 所以我現在就是 可能會去東區那邊 慢慢騎到東區那邊去晃一下 比如說什麼 小巨蛋那邊 現在就不回老地方 好啦,慢慢晃過去啦 在新安街這邊齁 新安街河間的交叉口 接到一單這個Uber Eats優勢的單 我還沒有看內容 反正現在就是佛系送啦 只要不要太誇張 然後我就去把它接一接 好,太誇張了 當然我就放棄了 各位朋友,我現在在哈密街的某一條巷子裡面齁 那我剛剛就是送了一單到這邊 沒錯,我已經跑完八趟齁 現在六點十六分而已 但是我已經跑完八趟了 意思是就是我已經拿到燙獎齁 而且又多跑三趟 那現在我是採取手動接單的狀態 因為我很擔心就是會被拉到40去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手動接單 然後 因為這邊其實就是 直直往前走的話就可以回到老地方 所以我決定就是回到老地方去佛系接單 這樣 就是 反正佛系就那樣子嘛 就是 隨便接啦 這樣 反正現在是已經超過了啦 因為剛剛一個沒有注意 我講的時候 我剛剛一個沒有注意 然後 就 超標了 超標了 這樣 既然超標就算啦 那就佛系接一接吧 好 各位朋友 我呢 現在人在這個高速公路旁邊的寒洞 我準備要進寒洞啊 哎呀 剛剛有一單齁 我就是 因為我手動接單嘛 那手動接單就可以大概看一下 要往哪邊送 這樣 那 結果我一個不小心呢 就 把它按到了 把它接起來了 哇 結果我不只齁 就是 沒有看到要往哪邊送 我還接到它 實在是很昏倒 啊 接到了 就只好去接囉 因為實在看不到往哪邊送 那麼就變成說 一個賭賭槓的心態 沒有想到 我這一段要往重慶北路四段送啊 哇 看了一個昏倒 我從哈密接往重慶北路四段送 真是暈倒 所以我既然都接了 那就只好就跑過來啦 沒有辦法 現在我就是穿過這個高速公路的寒洞 要往重慶北路四段的方向走 這樣子 啊 這邊其實也是很危險啊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幾有可能會接到往士林的單 喔 那 不過我講老實話 今天我就已經心態是 我就反正我就佛系了啦 我就佛 佛系接啦 這樣子 那假設待會一個不小心接往士林 嗯 啊 就算了 呵呵呵 那就只好看一下這樣子 齁 不過其實我還是會想辦法就是先看一下齁 就是 奇怪 那個按鈕齁 有點難拿捏 有的時候齁 就會 欸 可以看 有的時候就是把它接起來 有點傷腦筋啊 有點傷腦筋 不過我就希望齁 待會兒我 我不要在那邊接到往士林的單 齁 因為要過橋要什麼樣的 喔 那受不了 那現在才6點40多分而已呢 哇 我就已經被帶來這邊了 我真的是受不了 好啦 那麼我現在呢 呃 剛剛那個重慶北路四段那單已經送掉了 唉唷 這個廟怎麼紅塵這樣 紅通通 好 那我現在騎在這個高速公路寒洞下齁 那我現在要騎回去 喔 往老地方的方向走啦 這樣子 喔 反正今天都已經 不小心超標齁 一個沒注意超標 就算了 那就把它順其自然的跑吧齁 活系跑一跑這樣子 喔 那現在要趕快離開這個地方啦齁 就 不要在那邊接到單齁 呃 待會兒前面那一段齁 也是蠻危險的 為什麼 因為前面那一段也有可能會齁 就接到往三重的單齁 所以前面我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齁 就是 呃 手 手 手不要按太快 哈哈哈哈 要好好的仔細看一下 欸 這個 這個單是要往哪邊跑齁 要注意一下 齁 不然會昏倒 齁 好啦 那麼我現在就慢慢往老地方前進齁 各位朋友齁 我今天第三次 第三次來到這裡了 這個是呃 全聯福利中心大同大龍殿 我已經來這邊第三次了 哇 真的是 終於齁 就是接到一單齁 就是要往老地方的方向走齁 這樣 還算不錯啦 啊 這一單 是全聯齁 全聯這個大龍殿 大同大龍殿 啊 今天晚上呢 跟這個全聯大龍大同殿 大同大龍殿 這個 緣分還不錯 喔 哇 哈哈 又傳燈壞掉 好 OK 啊 今天晚上我跟這個全聯的這個 大同大龍殿 緣分不錯 我在那邊 就是陸陸續續接了三單 超搞笑 那還好 這個單都不是大單齁 這樣 所以也都算送得愉快啦 好 這樣 反正就順順的送 欸 又一單我看一下 欸 又是全聯大龍大 大同大龍殿 好 接啦 好 各位朋友 我又來到大同大龍殿 我剛剛呢 又在這邊 再接到一單 所以我現在手上兩單這樣子 好 那因為我想說 反正我人都已經在這邊 那就把它接一接吧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送兩單 啊 啊 啊 那就送吧 啊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庫輪接口公車站牌這邊 啊 全家福 OK好 那我不是要買鞋的喔 我是 剛剛送的最後一單到這個裡面 喔 的巷子 啊我今天呢 佛系跑 喔 跑得有點誇張 喔 真的是 跑得太誇張了這樣 欸 就 我 給大家看一下 是我莫名其妙 又把另外一串把它跑完了齁 所以我今天是跑了 啊 26趟 我今天跑26趟 然後拿到 然後拿到兩個趟獎喔 這樣子 啊 今天晚上真的莫名其妙 今天晚上當好多喔 那 那 那 這個 有一位朋友齁 就是看我頻道朋友說 因為禮拜一 喔 還有禮拜四 大家都是拼完燙獎之後 就下線回家了這樣子 所以禮拜一禮拜四的單會比較多 因為沒人接齁這樣 那 看今天這樣的狀況 啊 我也覺得 嗯應該是 因為今天禮拜一嘛 然後我居然就跑了26趟 現在9點21分齁這樣子 對 沒錯 我也是跑得有點晚 因為我想說 反正 就一直無縫齁 那我就接啦 那就接到現在 接到現在這樣 那我剛剛就 最後一單 送完之後 我就看了一下說 欸不對喔 已經9點半了 所以我才趕快下線 不然說不定 又會繼續接下去吧 我覺得啦 這樣子 好那 呃 今天真的是很意外 今天非常意外 因為我並沒有要跑那麼多班 我也是想要跑到我的這個燙獎 第一階燙獎 拿到我就好閃人了 結果我沒有算好齁 就這樣子 跑一跑不知不覺就超過了 那超過的話 就決定繼續把它跑完齁 這樣就把它順順的跑啦 所以今天這樣的成績 其實 欸還蠻滿意的齁 這樣還蠻滿意的 好啦 那明天繼續啦 明天繼續啦 我現在回士林啦 這也離士林很近啊 好 好